12月19号LTX这个视频声称模型呢发布了一个新版本 这个版本呢是0.9.1 那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小版本的升级 那我最早看到这个消息呢是在Reddit上面 那我可以看到这个网友实测的一个例子还是非常棒的啊 汽车形式的这个动画给我们的感觉还是非常流畅的 对吧 当然呢下边有一些问题啊 那重点大家需要去关注的就是目前如果你想用的话呢 只能在他官方的这个Confi UI的扩展里边去用新的模型 因为他重点呢其实是对V1做了一版更新 而目前虽然Confi UI的官方已经支持这个LTX模型 但是呢对于新版本的模型还是不支持的 但是这个官方也说啊 这个只是时间问题 他们呢也在很快的在做这个适配 那我们下边呢可以看到这是LTX的官方的首页啊 GitHub上的首页 这个呢是由官方自己写的一个Confi UI的扩展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9号呢有一个更新 就是有一个改进的模型啊 大家可以从这去下载 那在这个链接里边你注意这个地方啊 当我鼠标移上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0.9.1啊 就是我说的这个新模型 它主要呢是消除了频闪和围影 另外你要注意啊 在这个里边也支持了SDG 跟我们之前用的这个扩展 其实呢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啊 但是既然这个说了 它是官方的这个Confi UI的扩展 那所以说呢我们还是用它来给大家做对应的这个事例的讲解 安装呢很简单 你可以通过Confi UI Manager啊进行安装 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手动安装 安装的步骤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大家首先呢需要把这个给它克隆下来 然后呢进行这个Requirement的安装 就是第三方的这个依赖包的安装啊 对于便携式的Confi UI呢可以运行这个 如果大家是用的这个版本啊 就是里边有这个Person Embed的 这个目录的话呢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安装 它这呢也对应的有这个model的下载地址啊 比方0.91的这个模型的下载地址 这个都有了 视力的工作流呢 它这提供了两个 一个是文字转视频的 一个是图像转视频的 这个我还是以图像转视频的为例来给大家去讲啊 好 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下边我们看一下它实际的这个效果 大家注意到我这个工作流呢 跟它官方提供那个工作流呢 稍微有一些不同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加载一下啊 它官方的这个工作流 它这里边的话呢 其实用Florence呢 去把这个提示词给它提出来了 那这个呢 我觉得不太严谨啊 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呢 我们去看一下LTX官方的这个页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LTX官方在GitHub上的一个页面啊 不是那个Confi UI扩展的 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提示词的改写的部分啊 我们找一下叫提示词工程师 他写这个提示词的时候有一些要求 那这个提示词严格的话 是按照这个方式去写的啊 那你用Florence run提出来的那个提示词呢 其实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而且你要注意这种视频生成的模型 对于提示词是很挑的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做呢 这个我还是通过一个大语言模型来 生成对应的提示词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儿呢 我用的还是Gemna 然后呢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大语言的对话 我这儿呢 有一些这个提示词工程 大家看一下 我会给你一些关键词 请帮我构建完整的文声视频的提示词啊 然后构建思路如下 这个其实就是他刚才给我的呢 而且我这儿写了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无论我以什么语言形式 写这个提示词 你呢 就用英文返回 那我们这儿呢 之前也给大家写过一些啊 另外为了防止这个他有些偏差啊 所以说呢 我这儿写了一些例子 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他官方的那个例子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这儿有一堆例子 我就把这个提示词粘出来 给他写了一下啊 虽然我这个是一个文声视频的提示词啊 但是其实呢 对于图生视频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看图生视频 所以说当我传了一张图片之后啊 他也会把这个提示词给他生成出来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在这之前呢 我们简单熟悉一下工作流 那所以就说我这儿并没有flores那个部分啊 在这儿呢 我们首先是这个图片的一个resize啊 这个分辨率对于LTXV呢 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要求 重点看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LTXVmodel Configure 它这儿有一个配置器啊 或者叫配置的一个选项啊 它这儿有一些预置项 你看一下都是哪些分辨率的 如果你要是使用下边这个 那你前面那个resize 今天按照这个来 那如果你要是没有的话呢 你可以啊 选成custom 那你前面就可以随意来 那比方说我在这儿呢 其实是将它resize成一个800x800 但是你注意啊 我这儿虽然写的是800x800啊 但是我这儿开启了这个保持比例 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呢 并不会是800x800啊 那这个提示词是怎么来的呢 提示词呢 就是我用这个提示词生成器 把这个图片传上去啊 然后得到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下反向提示词 这个默认就可以了 另外你要注意啊 由于呢 这个扩展目前支持STJ啊 STJ其实就是跳过一些层啊 对于LTXV来讲 那是跳过第14层 另外跟它相关的就是 在这儿也会有一个STJ的Gator 这个大家就默认就行了啊 因为呢这里边主要设定的就是CFJ和STJ 和这个rescale 这个如果你不去读这个论文 可能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写的 而且它可配置的这个选项的并不多啊 所以说大家不用去管它 另外它这儿会用到这个 Shift and Sigmas 这个你就默认用这个就行了 那另外注意采样器啊 这儿用的是Ruler-A 然后规划器呢用的是Nome 25部采样 别的呢就没什么了啊 这是整个这个视频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啊 由于呢它现在宽度是800啊 高度呢会等比缩放 我们不用去管 但是你要注意对于这个宽屏来讲的话 呃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效果呢 并不是特别的好 主要是面部长 而不好的原因其实不在于模型啊 而在于什么呢 就是分辨率不够啊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高这个分辨率 你提高分辨率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 比方大家看这个 看这个第二版 就现在我把它改成了1024啊 就是宽度是1024 然后再一次采样生成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这个它几乎就没有动了 并不是生成的视频动作很小 它就没有动对吧 所以说呢太大之后呢 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我建议大家宽高尽量的不要超过960啊 我觉得960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改进一点 我们把这个宽屏的尺寸呢 给它稍微的缩小一下啊 那在这个尺寸里边的话呢 我这宽度给的是720 720当然应该没问题 大家看一下 但是这个面部呢就更差 对吧 这是这个960的例子 960啊 你注意啊 这个面部就好很多啊 手呢也不会有太多的围影出现 对吧 保持的都是非常好的 还有呢 就是很多网友在问啊 就是说我采样采样 我第一次采样的时间很很短啊 第二次呢就变得有点长 后边呢就越来越长 这个主要是这个工作流 对于内存的管理做的 不是特别到位啊 呃 大家呢可以这样去处理啊 怎么去处理呢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啊 清理一下内存 清理的方式呢 有两种方式啊 准确的说是俩节点 第一种呢 你可以用这个节点 是LearStyle里边的 这个清除啊 显存的一个节点 还有另外一个节点 是那个Essential里边的 Clear Vram 这个都行啊 大家呢可以用任何一个节点 在啊 这个Sampler和这个VE中间啊 轻一下缓存 这样的话呢 整个的工作流就比较稳定了啊 它就不会出现跑着跑着 保险存啊 出现MMO这样的错误 大家看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是一个赛博朋克 并且穿着一个古装风格的女孩 拿着一相机 这个我们之前也用过啊 那同样我们会用这个提示词生成器呢 生成对应的提示词 对于这种来讲 它的动作的趋向性就会很明显 拿着相机嘛 当然是要拍照 或者怎么着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啊 生成一个 大家看一下效果 拿起相机 然后左右去看 这个面部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 因为960其实还不算特别大 对吧 那如果你面部给的像素点足够多 就会好很多啊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呢 我同样用的是一个960的一个分辨率啊 提示词也是我们这样去生成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明显有这个STJ的效果 对吧 这个面部啊 稍微有点走样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动作的流畅性 对于环境的保持微影的产生 其实都有一些抑制啊 整体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那这个跟刚才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分辨率 其实现在是一个方形的 就是不见得 我们非要生成一个宽平的啊 我们生成一个这个方的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个分辨率就足够大了 因为我把它的宽度设成960 它的高度当然应该也是960啊 比那个宽平的 其实像素点会更大一些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呢 就对面部的呈现呢 就变得非常的棒 大家看一下 因为呢 面部它的像素点是足够的 对吧 STJ的这个效果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能看到啊 但是你注意啊 手啊什么的 展现还是不错的 当然你要细看啊 有人喜欢数这个手指 别数手指了 是吧 你生成图都保证不了 你生成视频 你跟它叫什么阵 是吧 这是这个 那像这种我们都叫什么 就是图像的引导性很强啊 就是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或者我们一看这张图 或者你让大圆模型一看这张图 他都知道他在干什么 那他在讲话嘛 是吧 所以说这个就比较明显 但是有一些 按比方这个 你看这个图片啊 那我们生成视频 大家注意啊 这个它其实是没有动的 所以说它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是可能生成失败啊 就是根本就没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调一下种子 那我们看一下 调了种子之后这个效果 这个其实是有动作的啊 你注意这个光 它是在动的啊 只是不太明显啊 经过抽卡的话呢 的确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好的 这个有动作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人他在眨眼 对吧 这个就有动作了啊 那这个我给大家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像这种啊 它就是图像的动作 导向性并不是特别的强 就是当大圆模型 他在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他写的提示词 就不会偏向动作 又偏向画面 那LTX呢 就生成的视频呢 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呢 你要注意 你选择的这张图呢 它的这个动作的这种引导性 要足够的强啊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同样的问题 这是这个图片啊 它会明显的有一个 往前走路的一个动作啊 但是可能引导性也不是那么的强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个主要集中在脸上啊 反然后边这个人呢 它的这个动作呢 比较的明确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讲 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另外就是 它很容易出现一些背景的动画 它可能不是这个人物在动 你注意啊 它这个就是人物 可能往上走了一点 背景有一些光运的变化 这也是这个模型 容易出现的一些效果 按道理 这个人物的这个动作 是很明显的啊 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这个的动作引导性呢 应该也不是特别的强啊 但是你注意啊 它生成的这个动画就非常有意思 看一下 对吧 这有一个雪碧的瓶子啊 然后 它这个动作也特别的怪异 有人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呢 就涉及到我们提示词 生成器的一个高级用法啊 大家看一下 生成这个的时候 我除了上传这个图片之外 就是我除了去上传一个图片之外 然后呢 我这儿还加了一个提示词啊 Fashion Girl 一次Dancing 就是我为了防止说 大语言模型 不知道这个图片在干嘛 所以说呢 我除了上传图片之外 我还给了一个关键词 当然你可以用中文去写 也没有问题 那它生成的提示词呢 会有明显的 Dancing的部分 大家注意 就跳舞的部分 它整个提示词的情况 是按这个图片来的 但是关键动作 会包含我给的这个提示 那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大家看一下 它想跳舞 但是这个给的引导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其实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也发现就是 LTS对于提示词呢 其实依赖性是很强的 那对于很多的模型呢 这有的时候是这样啊 就是你提示词可以写啊 但是你写了之后呢 对于整个的这种 图声视频的引导性 是不够的 就是它重点 还是参考这个图像 但是呢 LTS对于提示词的依赖 确实是很强 你不信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竖屏的啊 你要注意 我这改了这个上传的一个图片 是一个五点的侍女图 在这个石桥上 然后我这个提示词 还是刚才那个 女孩跳舞的那个 你注意生成的这个 是不是 就是提示词 它其实占的比例是很强的 它可以非常快的 把这个画面给它毁掉 当然这个例子是不能看的啊 我只是告诉你 就是提示词很重要 占的权重很高 既然说到这种图片了 你要注意啊 这个LTXV 对于这个类型的图片 就是非写实性的图片 它生成的这个效果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比方说我即便是按照正常的提示词来写 那我写了一个正常提示词 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视频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简单的镜头拉近 人物有一些动作 但是不明显 那你可以强制让他有一些动作啊 比方说我在下巴这儿给他写了一个 说女孩在石桥上行走啊 明确的告诉他 这个动作是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 他对于这个类型的生成的效果呢 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注意他行走可能在尝试去动啊 但是结果变成了图片在动 而且这儿有一个这个文本出现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所以说呢 总体上来讲 大家尽量的还是以写实这种方式 并且呢 要有明确的动作引导 那比方说这种 最后我们来一个最合适的例子 这有一个女孩 明显她在弹钢琴嘛 所以说呢 你的提示词 你加不加这个引导的关键的动作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最后呢 会得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呢 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例子 通过这么多的例子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0.9.1这个模型 的确比0.9那个模型要好很多 有很多的这个人跟我留言啊 说他觉得这个模型不是特别好啊 可能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啊 才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 其实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可能出现的问题 是你的提示词没有写好 因为呢 这个模型对于提示词的依赖呢 的确是很强的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是用一个大元模型啊 不见得非用Germany啊 你可以用Cloud或者什么模型 然后呢 用这个什么呀 他给的提示词工程来生成这个提示词 这个得到的效果呢 都会不错 那么所以说呢 并不是只有视力上给的效果 才会比较好 你看我测了这么多 我根本没有用他的官方视力上的这个提示词 我都是用自己的图片 用自己的提示词来给大家展示对中的效果 那你看一下 这个不是非常的棒 对吧 那这里边呢 用了STJ 对吧 进一步保证了他这个生成的质量 别的就不多说了 大家呢 自己试一下啊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 官方对于这个模型的支持 官方的模型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啊 最起码速度会更快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